产后肚子大 常常是门诊来的妈妈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祖宿 现在的妈妈越来越爱美了 生完宝宝以后 老是觉得哎呀大夫怎么回事啊 我的肚子里头还像装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宝宝 实际上产后这个肚子大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肠后发生了腐植肌的分离 由于怀孕十个月胎儿逐渐的长大 那么把这个腐前臂的这个肌群腐植肌呢 肌腱分开了腐植肌之间 两块腐植肌左右两块腐植肌之间有了间隙 间隙越大 那么直立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肠管就会往前骨 那么这个时候就感觉肚子很大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再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孕期啊 饮食的这种营养的这种过剩啊 造成腐壁脂肪过度的堆积 主要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如果是第一个原因腐植肌分离 尤其是两只以上造成的这个腐壁的这种大呀 这些那么就是需要来做这个 康复治疗的啊 可以来做物理治疗啊 手法加这个低频电刺激 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腐植肌分离的这种合拢啊 也起到一个塑形的作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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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